第九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细时的神 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过去这两年当中 我在南省的一些生活 那怎么样透过神的细时 来帮助我过学生的日子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祭祀的神 求祢打开我们的心 尊心灵拼你的话语 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 成为我们皎洁的灯 路上的光 这样祷告是奉靠主席的领求 阿们 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南省 让大家认识一下 我睡了 这是我自己造的 我刚好有一天 然后就觉得好漂亮 我就把它造起来了 那我觉得南省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虽然很小 但是小而美就是一个环境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每天都在这个地方 初初用的走走动动 那我在南省的地方 我跟老师的关系 因为我跟老师的年龄都差不多 所以我跟老师也像朋友 也像老师 是这样子的 那 我要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怎么样经历神的信实 你知道这个时候的年纪 在去练习的时候怎么样 我的年龄 跟就是让我很大的困难 就是我的年龄 因为我的同学呢 都可以当我的小孩 大部分 其实大概一半 一半的同学 大概以上 都可以生我的孩子 那我就心里跟上帝祷告说 上帝啊 我需要一位同学 跟我年龄差不多的 能够彼此彼此陪伴 然后彼此来读书 有些时候可以彼此打气 因为毕竟我们跟 比我小一辈的人 来说话的内容一定不太一样 然后彼此都鼓舞打气的 他们也不太喜欢 民众老年人在一起 所以我就想说 我希望上帝 上帝预备一个这样的人 跟我在一起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一起谈心 身为好朋友 那我们再看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圣经上这个 大家一起来念这个经文 对 来 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后门就给你们 没想到这位天使就这样出现了 那在男神呢 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好朋友 好 这个好朋友 是我在男神里面 我非常非常敬爱的人 一位师母 那他是跟我一起考试考进去的 他比我大一岁 所以我还不是最大人 他比我大一岁 那我们一起考进去倒塑 那他是一位师母 所以其实他已经闷慧幕了三十几年了 那他真的非常非常疼勿 你不要看他这样子 他也是两个硕士 而且现在读的也是第三个硕士 跟我一样 那他的爱呢 超过我所求所想 常常供应我所欠缺的 我所需要的 神真的是很幸福 他知道我们欠缺是什么 然后他就会再派地址在我们身边 那在学校的时候 我很喜欢自己煮东西 因为我比较养生 真的很多人知道 但是我虽然是想要自己煮 但是我很多时候 我没有时间出去买菜 所以呢 常常就缺东西 不是缺什么 你就缺肉这样缺来缺去的 有时候缺菜 反正就是没时间出去买 那这一位天使呢 很奇妙喔 这位天使 每次我缺什么 大概就会被带什么东西来 我就觉得实在是太奇妙了 就是我每次欠缺的时候 然后就是这样 他就带来了 然后有的时候带水果 有的时候带青菜 那因为可能是他是牧师娘 所以他就有很多的供应给我 那我就觉得说 每次都在适时后供应给我 我觉得他就像天使 好像知道我到底需要什么 有一次我们学校要限师 然后规定大家要穿那个白色上衣 要限师的时候 大家规定就是白色上衣 那时候因为我通常我都住在台南 所以我没有把白上衣 哪样带到台南去 所以我就没有白上衣可以穿 那我就想说糟糕了 没有白上衣 总是要有一个件白上衣 至少在台南地方有个 如果白上衣非常少 我就跟 我就 我刚好就跟他说这样子 我说五小时接口我要去买白上衣这样子 你知道吗 没想到他当天 他就在LINE里面呢 传了一张照片给我 那他说他就跟我说 他花了一个小时 然后他烫了 烫了一件滚雷子的白上衣 要送给我 要送给我 而且烫他烫一个小时 然后我看了非常感动 我就掉眼泪 我这个人会掉掉眼泪 我就感动到一直哭这样子 那我就想说 我们的神怎么这么奇妙 我需要什么 他就给你什么这样子 然后我说了之后 他是用送的给我 也不是说我借给你出来 没有 他就直接送给你 而且他们非常的像新的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说 他花了一个多小时 我就觉得 哇太感动了 所以我就领受到那个神 那个神的爱 然后同学对我的爱 那神 我真的觉得神 真的是一个又真又我的神 所以我觉得说 神是一个很信实有可靠的 那这位师母 他真的把他的角色扮演得非常好 而且我跟你说 他只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第一代的基督徒 那他是爱神又爱人 在他身上呢 我看到神的同在跟信实 这一点 这一点来上帝透过同学 让我根本都不孤单 然后呢 我也被受他感动 他很无私 他是为了第一代 他没有 他真的很无私 他不只是爱我一个人 就是我们学校 哪一个有欠缺 只要是他知道的 他就公平 他是这样的 所以我很少看到这样的 说真的 在我人身上很少看到 而且他不求回报 他只求付出 他不求回报 那第一代基督徒就够这样 而且很谦卑喔 很谦卑 非常谦卑 然后你看他的样子 就是很谦卑的样子喔 就是很有很爱 所以我跟他测验 做个测验 他是爱心满分 真的是满分 我真的是觉得 哦 怎么就交到这样的朋友 我觉得感到很荣幸喔 那这份爱让我非常感动 而且呢 我觉得爱就是要牵牵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常常去数算 神的慈爱 你就会发现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恩典是满满的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一遍 来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这个是神 大卫跟神关系的一个生命的体验 我也是这样相信 从他从出生到 就是从出生到现在 神的话 你总是来提醒我 他是永远可靠 人很短暂 都会变 而且都很有限 神的 人的爱也很有限 只有神的爱是他是信实 而且他的慈爱 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那我们知道 我们的生命当中 其实变化很全 常常会遇到一个 喔 怎么会这样子 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所以你会觉得说 好像神会通常会有很多的试探 或者试炼 但是有些时候神也透过试探 跟试炼怎样 让我们去经历神的信实 好 那在这个经文里面 他这样讲 我们一起来领备 来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息者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或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则会给你们开出一场出入 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 所以如果神有试探 其实他能够让你们能够承受得住的 所以如果遇到试探 有的时候神是要让你经历过这个试探 然后让你经历过神的信实 那我记得去年的夏天 有说我的故事 我因为我连续在夏丽领好多提示 那过度劳累 我十几年来没有生过病 也没有感冒过 但是竟然呢 连续发烧了好几天 我在想 因为我没有去检查 我搞不清楚可能是流感 那这一生当中我只有烧过两次 能拜你 从哪里没有烧过那么 就是我只要遇到发烧 我就不行了 我烧过两次 然后这两次当中呢 经验都是让我感到非常害怕 因为我只要是发烧 我就会全身无力到极点 然后躺在床上根本就爬不起来 那我连续躺了八天 我记得很清楚 那这个是过去从来没有经验 我都外挑 大家都这样 像你都外挑 肉体虽然我虽然很软弱 很无助 但是呢我却真实实验到 上帝太太天使 在我身边也帮他照顾我 有一位刚刚认识我不久的护理师 没多久 然后呢 他说他要请我帮忙智商给人 然后他打来电话的时候呢 我甚至在哭哭嗓 他就问我说 那你起来的时候 我就说我感冒很严重 我爬都爬不起来 连吃饭都有困 这样子 他二话不说 当天他就说 女姐我来弄那个什么 那什么干涵 那个叫菜脯 没有菜脯 老菜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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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饮那 饮多吃 我跟你讲 那腿真的是很好 我吃了之后 我吃了之后 我真的觉得我体力大增 然后呢 那天我就觉得我有恢复一点 然后又有人炖牛肉给我吃 我也是一个老师 然后炖牛肉跑到 拿到我家去我都吓一跳 然后后来 以后都没有办法爬起来 都躺在床上的 可能我家孩子都不知道 我都躺在床上 然后呢 那个每天都有人 陪我吃饭 都是带东西来给我吃 我是这样经过那十几千 所以我就觉得说 哎呀相对是不是 很疼的相对 我遇到病痛 非常的疼痛不舒服 然后人非常的难过 很奴隶这样子 但是我就看见上帝的爱 每天守候 然后不离不弃 那个神的爱就是这样 不离不弃 为什么讲这个神是信实 就是因为我每天 我就体验到这个 神就是这样陪伴的 我是真的这样体会 就是在你幽谷半醒的时候 你可以真的是尝到 神的恩典那个滋味 所以说信仰最重要的是 要对神有信心 好 要对神有信心 那信仰可以疑惑 那也可以挑战 可以对上帝问问题 那也可以对上帝生气 但是千万千万 这件事情要记得 不要不理神 不要不祷告 不要不读圣经 也不要不听上帝的话 也要走 就是也不要说我都不要听神的话 我就不走上帝道 我跟你讲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最后失魂的还是自己 事实上 远离神 就是你越远离神 然后你就越孤单 你就越捂住 而且越快乐 这是我自己 曾经经历过后 我就在玩上去看看 结果我发现那天都不过很快乐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生命记 这个是我刚刚说的 那个病痛的故障 那 这个 就是生命记 第七章第八章 第八章 第八章到第九章 他说话 我们来念贝贝 来 因耶和华爱你们 又应要守他 向你们 烈酒所请示 就用大米的手 淋你们出来 从回土之家 救赎你们 脱离埃及往法老的手 所以你要知道 耶和华的神 他是神 是信实的神 向爱他 守他借你的手 曰 施慈爱 直到千代 那你知道这个经文是在讲 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 里面受益奴隶的生活 那生活都没有自由可言 凡事都要听从华老 他们的指令 如果没有遵守这些指令 可能就会被挨打 要不然就是会被淋入 要不然就会被酷勤这样子 生活完全没有自主权 所以呢 以色列人他们常常都不求 神的拯救 那上帝就会拯救他们 那也会猜太 就是摩西来带领他们出来 移开埃及法老王的辖子 然后让他们重过了自由 这个是上帝对以色列所立的约 就是神是信实的神 他只要说到他就要做到 所以他让以色列人 从奴隶的身份怎样 成为自由跟示范的人 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成功 也是表达怎样 神的信实 那信实呢 在希伯拉伦的定义 他是这样 希伯拉伦是从左边念到右边去 对不对 从右边念到左边 所以是从这边看过去的 那所以很难 我也是念得很难念好 可是用英文讲就是阿玛 阿玛 这样的意思 阿玛 好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神是一个是可以支持 可以确认 可以这样 有忠心的 可靠的 可信任的 坚定的 依靠的 相信的 他是这样的一个神 他意思就是说 上帝是 上帝是跟我们的承诺 他是可靠的 能够信任的 而且是很坚定的 上帝对以色列的爱 也是这样被确认的 而且是能够相信的 那在新约里面 这个希腊文的这个部分 我查到有一个部分 他是希腊文是这样子 这个叫Pistos 他意思是说 像基督耶稣跟人的关系 是值得信赖跟忠实的意思 那特别是指神的话语 是值得信任的 那我们需要相信神的话语 他一点都不过空 他是永不改变的神 这是神对人 神对人守信 那我们也需要 对神有信心 所以呢 我们自己本身也要学习 怎么样信任神 神对我们有信心 对我们承诺 给我们承诺说 我可以帮助你 我可以救我 那现在一样 我们也要对神有信心 那人对神的信心也是透过一次又一次的经验 去体验的 我从小到大我都是在体验神 神这个信实是真的 我常常在体验 那你越体验 你越经历 你就越知道神的什么爱是什么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 神是不是可信的神 他是不是可信靠的神 而且你会发现 我一直觉得说 神总是超过我的所求所想 他每次给我都是超过 所以信心的功课 要不断的学习 当你学会 学会什么 放手 还有交通 信心的功课是需要放手 就是你要放下你自己意念 你就放手 让神 然后你会发现 当你放手的时候 神才会介入 让神介入在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哎 当你不做主 当你不靠自己的聪明的时候 神的领就降到 然后神就会帮你完成 所以你不得不承认说 我们的神少量的信息又可靠 那其实我觉得现代人缺乏 可能不是物质上的需要 而是心理上的这个孤单 跟找不到自己好友 能够被了解跟被接纳 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特别是被接纳 我们很多时候看人缺点 然后我们也看自己不太顺眼 所以其实是不容易被接纳的 我现在我都觉得 我好像很难被接纳 所以我也很担心我 大家不喜欢我 我也很担心 对 那其实被看重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在我们知道 当你了解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带来 益子的力量 只要你了解 就会被益子 那我们的神 其实就是最了解我们 最懂我们 而且最看重的 祂了解我们 深深之后 我们个别的软弱是什么 所以我们只要凭着信心 来跟上帝的神说 那上帝就是公平你所需要的 但是呢我要说的 神的信使是有条件 刚刚我们 刚刚看那个 《生命记地自将》第8节到第9节目的地方 他有讲到说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 祂是神 祂是信使的神 对不对 他后面那句话说 他要向爱他 守他戒命的人 守约 施慈爱直到现代 这里经文听到 神的信使呢 是要向谁 来请告诉我 向谁 爱他 还有怎样 守戒命的人 守约 才会施慈爱直到万代了 啊意思是怎样 如果你没有 怎样 守戒命 爱也没有施慈爱 这样有吗 这样有吗 那我要说 其实 这是神对我们很大的祝福 那如果不爱他 又不遵守他的戒命 就像以色列人一样 常常忘记 就是神都很爱他们 然后他们常忘记 然后去犯错 又去拜别的神 然后又不遵守上帝的戒命 这样我跟你说 神也会用公义来审判 对不对 所以你看旧约时代 就是被爱 然后又被审判 被爱又被审判 又被审罚 就是这样 一天到晚都玩这个游戏 所以呢 我们也常常会这样子 玩这种游戏 所以我们一定要等下 爱神又要守戒命 所以爱神又守戒命 那神的信使才会在我当中 然后又会按照你的需要公明了 如果我不信神 可能我失去的会比 你相信我会失去更多 那在哥林多教会里面 在新月里面 他很多很多时候 他们也没有遵守神的建议 那哥林多教会的忍 每一个忍 他们的口才 跟恩赐都很多 都给他们知识也很多 都很全备 他们是没有一样不紧别人的 就因为这样 大家都出道的 所以怎么 都没人输 大家都没人输 那教会的信徒里面 总是各自为大 然后呢 彼此纷争啊 成群结党这样子 这个很像我们现在的教会 也差不多啊 就是到处的教会 都差不多有这个问题 那很多喜欢比较 那保罗就提醒这个教会呢 兄弟姐妹这样 他们的恩赐很多 所以呢 很容易骄傲 然后看不起对战 而且会彼此竞争 在婚姻跟行为上 也不符合上你的教导 那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 所以提醒 保罗要提醒他们 一定要挥魂到耶稣这边 跟神和好 才能功果的拯救 所以呢 保罗在这个 哥利多前书第一章第八节 来念这一章经文 对 来 他也不坚固你们的道理 叫你们再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无可责备 神是信使的 你们原事被他所招 奥运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一同得分 那保罗要信徒们一定要坚固 以神的教导为原者 凡是信仪耶稣基督的人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都被当做是无可责备的 神是信使的 我们都是被他所拣选的 我们要跟他的儿子 主耶稣基督 要跟他有连结 我们才会得到拯救 所以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行为 需要跟主耶稣基督做连结 我们才能够合一的理 那我们才会学会彼此尊重 不一样的恩赐 事实上我们的恩赐 都是来自神的赏赐 其实没有什么好骄傲的 真的 我一直都这样觉得 恩赐大家都不一样 但是呢 没有什么好骄傲 因为恩赐都从神来 所以呢 我们要反而定 我们要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 来服事 在教会里面各样的需要 其实这个才是神要给我们的 我们好好的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要回归转向神 那保罗也在呼吁这个 哥林多的教会 他就是个人主力太强 太自我中心 所以呢 幸福才会纷争结打 造成彼此幸福之间互相的伤害 那这些都是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里 又不听从神的话的一个结局 还好有保罗这样孤后摩心的 然后从神的爱来给予提醒 那期待他们生命能够以神的话为中心 而不是自我为中心 凡是要对神有信心 相信神之幸福 也是爱他们的神 所以我们要回转归向他 要不然最后一定会觉得遗憾 那我现在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叫做 弥补不悔的遗憾 有一个男孩子要高中毕业了 那他想要一辆新车 然后作为他的毕业礼物 所以他就跟他父亲 不厌其返带他跑到各个地方去找 他喜欢的车子 那毕业典礼晚的时候 那个都找好了 都找好了 所以而且他最初就是去吃 也跟他爸爸说就是这个 爸爸也说好 那毕业典礼晚的那一天呢 有一个很期待 然后回到家 他心中就放着他这样的门口 看看有没有一台这个新的 那个他期待的这个车子 跑到他家 那是最新款的 而且很喜欢的 没想到呢 他一回到家 什么都没有 然后 哇 怎么会这样呢 只有他爸爸 就从那个什么 他的 他就包包就笑着喔 笑咪咪喔 来跟他讲 从房间里面捧了一本书 是探经的圣经 拿给他 然后这本圣经都拿给他 然后对他说 儿子啊 老爸真的非常高兴 已经毕业了 啊 当时呢 他看到那一本圣经 一股怒气喔 从地狱来的怒气 地狱来的 这样就是很随意 很随意 就是充满了他的心里面这样子 他没想到 自己最敬爱的父亲喔 会是如此的言而无信 他气到喔 二话不说 吊头就走 你知道吗 一走走了几年 你猜猜看 哎呦 你也猜 你有看过吗 真的耶 被你猜到了 一走就走了三四几年喔 都没有回来过 那我的屁股就是 你看 一个你看 如果我们对孩子 没有信用的时候 你看神就是 就是孩子就会父亲家出走 像这种 就是我想以前 不晓得闹那个离家出走气喔 不知道有没有 那没想到呢 什么时候他回来 就是他父亲过世了 三十几年后 他父亲过世 他这个儿子终于回来了 他看着那个 严而无信的父亲 其实有一点点的生气 可是已经死了 反正埋葬了 所以那个伤心喔 那个妈妈其实是很伤心的 他回到这个家 然后他走进他以前的书房里面 就是这个儿子的书房里面 那这个儿子走到书房的时候 他就看到 哎 这环境一切都没有变 都保持在跟他儿子 那时候一样的情况 只是在那个书桌上呢 躺着一本圣经 就是他爸爸送给他那本圣经 那个印他很彻底很失望的 这个毕业离物 他一看到那个圣经 他就快要肯大这样子 这时他对爸爸的这个情绪 又开始很复杂 当时那个怒火 就是过去的那个怒火 虽然已经经过三十年 就发现说 这个怒火应该比较消失了 所以他就想 啊 爸爸既然送我这个礼物已经送了 好吧 不然就那边看看 一番 那是他爸爸送给他的笔记 那他就看到圣经里面 他拒绝了礼物 然后他看到爸爸写的那种话 他说 每天要这一段话 我很想哭 他说 给我心爱的儿子 汤米 愿你如荫在世上谈 奔跑却不困却行走却不疲凡 我想这个经文大家都会熟 然后他又翻过来一夜 结果他看到这一夜的时候 他身体就愣住了 他有一个发黄的那个 那个什么 支票 你们都好像知道了 那个支票 结果呢 那个支票一看 那个日期就是当天 就是当时爸爸所定的那个日期 然后他就很 那个支票都已经黄了 可是呢 他看到那个支票 他就非常非常的难过 那他就很惊讶说 原来爸爸是有信用的爸爸 不是没有信用的爸爸 那所以他带爸爸那种亏欠 还有误解 他就很深 所以他就觉得他过去拒绝 真的是也是拒绝神的话 因为圣经他不喜欢 他也拒绝神的话 然后又拒绝爸爸 所以非常难过 所以呢 我要跟大家问说 我们每一个人生当中 你有多少次 也是因为对神 或者是对人 不紧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对神又对人不紧 那持续信任 所以造成了一生 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个 大的错误 所以呢我现在 我要大家闭起眼睛 你把眼睛闭起来 你回想一下 如果你有把眼睛闭起来 你现在把眼睛闭起来 神过去曾经失信于你吗 如果有 请你去守 你觉得神曾经失信于你 好 请放一下 你曾经对神 误解过他的信实吗 如果你有的 请去守 好 请放一下 这些经验 这些经验是否造成 你与神的关系疏离吗 如果你有的 请去守 好 谢谢 你是我会因为这样子远离神吗 还是对神失望生气后 还会再给神机会呢 如果你有 请去守 OK 谢谢 好 那今天你们可以打开眼睛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说的那么激动 千万不要轻易 为神没有垂直名的祷告 就失去你对神的信心 或是因为人 你对人的行为 失去信心 然后对神你就失去信心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看人 不要看神 我最近有经历过好多人 都是因为 因为对方行为不好 我信不下去了 我不知道你们常常 听到这样的话 你看那个人怎么会是基督徒 那基督徒那种行为 我怎么信得下去 他的神是这样的神吗 我看就觉得 如果他的神是这样子 他的行为是这样 那我就信不下去了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因为 一个人的行为 而影响到你跟神的关系 这样蛮值得 我要说 每一个人都会犯错 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所以不要看人 所以不要看人 不要看神 要看神 要记得哦 你的信仰不是人 而是神 你要看神 你要并经看他 我的信仰今天告诉我 必要神 什么都会有办法 必要记得说 不管你遇到多大的难处 那上帝是信使的 你不要轻易的离开他 因为神对我们的爱 是不离不弃的神 也是喜在 今在 永在的神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夫神 你是信使的神 是与我们立约 又是慈爱的你的神 求你帮助我们 在生活中 经常经验到你的同在于信使 当我们遇到问题 困难时 我们应该要对你的信心 相信你对我们的爱 是不离不弃 绝对不会撇弃我们 愿我们所受的试探 是我们所能够忍受的 并能在试探中找出一条出路 这样祷告 是奉靠绝处的名求 阿们